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调查就是发给全台五所公立大学的一些外籍生来做的调查 只有公立大学 就有五所公立大学 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有大概调查三百多个外籍生他们回复的问卷 那么这个问卷主要就是问他们观察可能故乡的朋友跟他们观察到台湾的朋友 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些行为上面不太一样 对那我们就有问他 我们主要就是想问问看他们会不会觉得台湾父母对台湾小孩管太多这样 所以我们就问他说那例如你们观察台湾学生在做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比你们故乡的同侪更容易依赖父母的意见 所以你们这个调查出来了 你们跟我问几个题目 我们总共问了七题 那后来就我们觉得比较重点的就有四题这样子 好我们就来一题一题的来看 你们还你们把这个外籍生是区分成为三大类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回收问卷的时候发现就是可能欧美学生跟亚洲学生跟大陆学生 他们回答的问卷都不太一样 结果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就把它区分出来 对我说后来就把它分开通计 你们不是在问的时候就把它们区分开来 对就我们问的时候是请就是只要不是台湾人我们就会问这样 结果没有想到问出来的结果差距这么大 对没错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每一个地区那个教养的状况 对于学生所产生的心理上面的观察就会完全不同 没错 好我们来看结果 第一题是 第一题就是说与故乡同人相比 台湾学生在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更仰赖他们父母的意见 对然后欧美学生就他们同意的比例有到75%以上 就非常非常的多 就欧美学生觉得说我们都自己做主 你们为什么都要听妈妈的这样子 然后像亚洲还有港澳学生呢他们就觉得他们就也有一半以上是同意的 所以亚洲其实一半一半 这因为这里面亚洲呢我相信是港澳还有这个东南亚 对 尤其是马来西亚特别多 对马来西亚特别多对很多强生这样子 OK对 百分之52认同好OK 然后再可是就中国学生反而同意的比例很少就大概只有16%左右 所以我们是觉得可能因为中国异胎化政策关系他们可能父母对小孩的关心更多 所以他们答题中方就觉得台湾学生其实还好这样子 OK好这个是第一题 对然后第二题就是说他们会不会认为台湾父母过度保护他们的小孩 那就是欧美学生也是有67%都是同意的 这一题稍微的这个强度低一点点 对对对最强度最高的就是做决定这一点 他们觉得好像台湾学生怎么没什么主见这样子 对好 所以有没有过度依赖就还好 百分之67也蛮高的 对对对 然后就是港澳学生跟亚洲学生还是大概就五十几%这样子 百分之56 对那中国学生一样就是也不高就大概22% 对他们自己可能也过度依赖 没错 好第三题 第三题就是说跟亚洲的跟故乡同来相比 会不会认为台湾学生在经济上更仰赖父母的供应 对那欧美学生就是有66% 那亚洲学生大概是53% 那中国学生非常低大概只有7% 中国大陆可能大部分的学生他们自己都是 所以他们只有7%觉得说我们过于仰赖 经济仰赖父母 对OK 可是其实这个观察 因为你们这是在就是公立大学 对所以可能没错 国立大学 那国立大学的学生呢 其实家境状况相对比较好 对所以这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偏颇啦 对因为呢 我在看这一题的时候 就这边要特别提一下 因为我观察私立大学的大学生 我觉得他们不是不想要经济上仰赖父母 而是实际上面困难度很高 所以私立大学的大学生打工的比例会这么的高 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故意 他们实在是不得已 对不对 这点我也先稍微的提出来 就是说因为这是在公立大学所做的调查 没错 好来第四题 那这一题其实答题重要就跟前面几题不太一样 就我们这题是问说 那就你的观察 台湾学生对未来的生涯规划是不是比较不明确 那这题就是反而是中国学生打同意的比例还蛮高的 就有到47%就几乎一般 所以你会觉得中国大陆学生在未来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是比较有企图性比较有规划的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早早都已经规划好了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比较同意 为什么他们到了学校发现说 学生们怎么对未来还没有想法 他们比较同意这件事 对 然后反而是欧美学生同意的比例就降低蛮多 他们就只有32%左右同意 因为欧美他们反而比较放纵孩子 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到外面去摸索 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也是经济方面的影响 就是因为欧美跟台湾可能就是已经经济 走到一个比较发展的状态 所以就可能年轻一代可能对经济上面压力没有那么重 就我不需要立刻投入资产 然后去赚钱 对 然后可能就是社会上一些机会也比较少 所以就是可能在这方面就会变得比较迷惘 可是中国学生因为他们还在一个发展中的状态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未来就会比较有规划 比较有理想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一代学生有融合了我所毕业的那一代 以及我孩子的这一代 对 就融合我孩子的这一代呢 是就是被父母照顾的很好 但是呢 融合了我的这一代呢 就是因为经济起飞 所以呢 感觉上面就是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样一出来就三四个工作等着这样子 跟现在的就是对于出社会之后到底能够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迷惘度是比较高的 对 是 好 然后可是亚洲的部分就跟中国大陆的部分比较接近 对就也是蛮高的 也是有43% 我这边要提一下 因为你的亚洲部分可能日韩比较少 对 没错 日韩 对 就马来西亚跟港澳就是多很多这样子 好 不过这里面其实你会发现说 无论如何 我们的独立自主性比较差一点 就从欧美的角度来看 或者亚洲其他地区的学生来看 独立自主性比较差一点 然后呢 比较经济依赖父母 那因此从这里面的调查之外 你们还去访问了大学的一些师长们 是 看到了一些 对 有点离谱的状况 你觉得离谱吗 我觉得蛮夸张的 你在大学的时候都没有碰过这样的学生吗 我倒是没有 对我室友的家长是还好 对 我们就一起来说说看这样子 对 我们就有访问了交大的校长 那他就说 他这几年每一年 就是新生入宿舍的时候 他都会看到有 妈妈在 跪在地板上帮小孩子擦宿舍的地板 然后像开学典礼的时候 可是已经是 到大学生了 然后那大学 那个学生在旁边看着 然后妈妈在旁边擦地板吗 对 或者说可能妈妈 就是可能学生不知道跑到哪里 然后妈妈就在宿舍里面擦地板这样子 OK 对 然后像开学典礼的时候 就是 我刚刚一直在自我反省 就我那个认住是 我一直在自我反省 我会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是 我不确定 好来 对 然后开学典礼的时候 就有家长就问 问校长说 那宿舍床那么高 小孩子会不会掉下来 这个我绝对不会问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问 其他学校的一些可能教务单位 然后他们也说 就是很多家长就是要求 真的是光怪陆里 像有家长就要求 因为我们 大部分宿舍都有门禁卡 那有家长就说 希望可以把就是 他小孩进出宿舍资料传给他 这样才可以知道 小孩子有没有怪怪地回到宿舍 然后是不是什么太晚回家之类的 OK 那小孩有没有太晚回家 我连他住家里 我都不敢管了 然后像还有就是 有家长就打电话去学校说 可不可以改 更改可能期中考期末考的日期 因为小孩子要出国旅游 真的吗 对 所以就是 就小孩都已经到大学了 可是就很多家长其实就还是 会有点过度干涉 要学校的考试时间来配合 孩子的旅游时间 是 OK 好好好 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像 小孩子被退学 那家长就是到学校证论说 为什么他都不知道 那个小孩子成绩很差 然后 对啊 然后或者说 或者说有家长打电话说 那小孩子交不到朋友 所以不想上学 那信用学校可以想办法 哦真的哦 对 所以就是很多可能小孩子 应该自己要解决的事情 家长反而就是 到了大学都还 代替小孩子去跟学校沟通 嗯 所以这些 这些现象让这些师长们 他们共同有一个感触 就是 妈宝学生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他到了这个社会 就会变成 妈宝社会新鲜人 嗯 他就有可能成为妈宝国民 他要独立自主 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对不对 对 然后这可能更往后 就会影响到我们 可能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对 这个就是 但我也必须要说 其实每个世代里头 都会有妈宝孩子 对 我在想说 红宇可能比较年轻 不晓得 你知道龙印台最有名的 一篇文章叫做野火 嗯 对 这个野在野 朝野的野嘛 野丫头的野 然后火是这个火大的火 野火呢 其实谈的就是一个妈宝现象 他那时候当然没有用妈宝两个字 但是呢 他里面其实重要讨论的 就是 你都已经进了大学了 然后他看到两个大学女学生在那边 就是一个在哭泣 因为他跌倒了 然后另外一个在旁边的 帮他撑伞 不知所措这样子 然后他就觉得很 很讶异说 你都已经是大学生了 连解决这么一件小事情 都解决不了 你要怎么去面对社会的挑战 我觉得每个社会都会有妈宝 但是呢 要怎么去真正的能够独立自主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请不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金周刊研究员陈鸿宇 要来谈世代新危机 超载的教养 那么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调查 就从外籍学生 然后去看这个台湾的大学生 而且会发现到说 欧美啦 亚洲啦 亚洲的其他地区 主要是港澳东南亚 还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看待台湾的妈宝现象 其实看法是很不一样的 对 明显不同的 对 但我们接着就要问说 那妈宝现象是怎么出现的 我觉得主要是 可能东方济游的文化 就是会比较 把小孩子当作自己的资产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就是 我觉得跟 现在社会的演变很有关系 就是社会经济的演变很有关系 像我们就访问了 那个东海大学社工系的副教授 彭怀珍副教授 那他就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过去可能 一个家庭生五个 那现在平均生有一两个 那其实你当然父母的 父母就有点像 把所有经济都放在那一两个小孩 那以前可能四五个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过度集中一些宠爱 在特定的小孩身上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跟 经济的发展也有关系 就以前 以前其实 父母就算想要宠爱小孩 他们可能经济上也比较 没有预遇 那现在因为经济比较发展 父母也比较富有以后 他们可能就会想要给小孩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教养 那其实这 这些状况到最后 可能就会助长了 妈宝现象的出现 而且你不要讲说是因为经济余裕 有的时候 这个提供小孩各式各样的 这种服务啦 协助啦 其实也有 这个其他同才的压力 就别的妈妈都这么做 对不对 所以那个竞争的压力 都是很大的 我是过来人 所以就会变成那种 社会整体的现象 好 但是要怎么样子 才能够真正的放手 其实这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对不对 对 好 就我们这一次 我们这次主要就是建议父母 可以做的就是 放手不松手 就是在孩子 我们当然还是要注意孩子的 一些身心安全 可是在身心安全无语的状况下 其实可以放手 让小孩子自己去探索 他的自己的未来 那一些可能生活上 比较不会危害到 他们身心安全的事情上面 也可以让小孩子练习去做决定 那他们以后长大以后 就以为会比较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后就是比较独立 我们要不要举一些 比较具体的例子 因为他其实啊 这个放手不松手 他是落实在成长过程当中的 每一件小事情上面 我举一个小事啊 假设说他开始在学爬楼梯 当然那个楼梯 可能台阶不是很高 他这个由上往下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那由下往上 你知道人在学爬的时候 由下往上的时候 小孩子是不知道要倒退的 一开始是不知道要倒退的 他可能就会投下 然后因为他就是一直往前爬嘛 他可能是投在朝下的这样子 他就会滚下来 这个时候妈妈该怎么办 当然就是只有危害到小孩安全 我觉得就要去帮忙 对我们主要放手 其实在讲一些像是生涯规划 或是说小孩 可能小孩比较长大 可能到国高中的时候 或小学的时候 他有时候可能家长就排太多才艺行程 那就让小孩子太忙 那这种时候你其实 你不让他上 其实也不会出什么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可以就是多听小孩的意见 那父母就是亲子一起去做决定 好我们来举一些 你们又访问了一些这个案例 对不对 对 好来我们来一一讲这些案例 好 有一个案例就是 我蛮喜欢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小孩 他现在已经读云林科大二年级 大二 那他叫李安 对跟那个导演同学 真的刚好 他原本是读那个高师大附中 那就是国中直升高中 那后来他就读到高二的时候 他有一次去参加台大社会系的 暑期应对 他就问那些应对的大姐姐 就是那些大学生说 那你们以后想要干嘛 那那些大学生就说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觉得 你怎么到夺到台湾第一学府 都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他就很受冲击 这个小孩还蛮有想法的 他也会晓得要去问别人说 你未来要做什么 对 因为他想要给自己一个参考 对不对 没有想到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对 所以后来他回家以后 他就是想说 那他就是想了几年 他就决定他想要转到高职 所以后来他就是 高师大 高师大附中 对 所以后来他就去读了台东的一间 就是职业学校 就有点 就以我们一般眼光 就觉得好像是降转 所以他后来就重新再从 就是高职的高一开始读 然后 他甚至于从高一开始读啊 对 所以他现在已经22岁 可是他现在才读大二 OK 对 那可是这样的决定 他爸妈的看法是 他爸妈当然很舍不得 因为他们原本住高雄嘛 那他现在要到台东去读书 可是他们就决定 还是尊重小孩的想法 所以他那个时候去高 念高职是去念台东 宫东高宫吗 应该是 台东的话就是宫东高宫了 对 对 因为他 因为台东最重要的高职学校 就是宫东高宫是不是 宫东高宫是不是 好 OK 好 Anyway 我们 总之他就 还要跑 高职还跑到台东去念 对 所以后来他就去读木工 对 然后后来他其实就是在 他后来就是 其实后来也读得蛮有成就 他后来就还得了就是 台湾的一个木工金奖 就是家具设计的木工金奖 OK 对了 他是台东宫东高宫 所以呢 你就会知道说 对 因为我对台湾的很多的学校 都还蛮熟悉的 这样子 好那所以 他的父母 最重要的一次的放手 就是在他高中的时候 对 就是放手让他去读高职 就是一般可能很多父母会比较 难以接受 小孩子竟然读到高二 一人好好的高中不念 那还要去读高职 可他父母又觉得让他放手 那后来就是 其实这个小孩 他后来发展的就也很好 就还得到就全国的 就是木工的冠军 这样子 全国家具木工职类 金手奖冠军 对 然后就同时获得了台湾科技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 这两所其实都是科大当中 顶尖的佼佼者 以及云林科技大学 云林科技大学在科大当中的表现 也非常的精彩 是 这三所大概是科技大学当中 最有名的 Top 3这样子 就通通获得保送资格 对 然后他在自己又选择了云林科大 没错 对 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小孩 然后他父母也就也很放心 就是让他去尝试他自己未来 OK 这里面 我记得是台北科技大学 就是以前的这个台北高 台北工专 然后呢 台湾科技大学 就是以前的台湾技术学 技术学院 就在那个公馆那边这样子 反正一所在公馆那边 然后一所是台北工专这样 好 那父母有提到自己的心情吗 有 就是像他爸爸送他到学校宿舍的时候呢 就发现那边的宿舍环境不太好 说比那个之前去井砖的状况 就是状况还不好 那他其实就是 离开的时候就还非常 就还蛮难过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妈妈 然后就很余待哽咽 就是铁门关下之后 他心都碎了一滴 那其实当天晚上 他儿子就是也是在宿舍也有哭 对 可是他们就是 算是勇敢坚持自己的权责吧 这位李爸爸 他当时在送儿子去云林科大 然后看到宿舍是这么破烂的时候 对 就是条件这么不好的时候 他有选择去跟校方谈一谈这件事吗 你应该是没有啦 就是因为就小孩自己的选择嘛 所以这里面啊 所谓的放手不松手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就是在于 我就算心里难过 但我不可以说出来 我觉得其实说出来可以 可是我觉得 你就是表达你的想法 那小孩怎么决定 那你就是尊重他的决定 我觉得不能跟小孩说这件事 因为你跟小孩说这件事情 其实也会影响到小孩子的心情 是 所以我最多只能跟我的配偶说 我不能够跟小孩说 是 而相反的我要很坚定的说 这是你的决定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要支持你 对 但是呢 我知道这个环境不好 可是你必须克服它 而不是告诉他说我很难过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孩子 产生依赖性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每一个小事情都很困难 真的 对 好 这个是李安的例子 还有没有其他例子 我们就是 还要访问一个就是 美国的一个文章大使 就这个 就有一个 美国就有一个小女孩 她就五岁的时候 她就是在电视上看到 非洲很多儿童 因为疟疾而死亡 那她就想说 那她要募款送文章到非洲 那她妈妈就很支持她 所以她们就到处去演讲 后来就还成为一个 就是那种基金会的大使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网路上应该流传 这个故事流传的还蛮多的 对 这个女孩叫凯瑟琳 对 然后她就 后来就是募了很多款 然后她今年已经17岁了 那她就是上 这个月的时候有来到台湾 那我们就有访问她跟她妈妈 就我们就也蛮好奇说 所以她已经这样子募款 送文章到非洲已经12年了 对 对 然后我们就有访问她跟她妈妈 因为我们就蛮好奇说 那这个是怎样的妈妈 可以交出这么 算是一个儿童英雄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觉得她妈妈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倾听孩子的意见 那不会因为小孩子很小 就会觉得她做不到 她就是在 像 她们一开始是先去 她们平常去的教会演讲 那演讲以后就 那一天就募到 大概1500块美金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 就凯瑟琳就很高兴 那她就问她妈妈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去 多一点教会演讲 那一般父母可能就说 干嘛搞那么多事 她才五岁 对 可是后来她妈妈就觉得 嗯好啊 就你这个提议很好 所以她就开始帮她小孩 就安排到更多的教会去演讲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一段过程 就是琳达妈妈 交给我们的 就其实是凯撒琳的妈妈 叫琳达 我觉得交给我们很多 因为你知道父母 在当父母的时候 其实是年轻的 最多三四十岁 是 那么 父母呢 其实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发现到小孩子 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不松手 是什么 就是你要怎么去 帮助他 找出一条路 而且你必须要能够 狠下心来 让他努力去走这条路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金周刊研究员 陈鸿玉 今天的新闻交题是 交点专题 这一次 这个金周刊的 Cover Story 谈的是 世代新危机 超载的教养 我觉得教养是一件 全世界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 我其实常跟我的儿 对不起 要讲了 我常跟我儿子讲说 对不起 我在当你妈妈的时候 我还没有学会当妈妈 我们都是生了小孩 才开始学 做父母的 我们不是先学会 做父母 我们没有考了 证照之后来当父母 我们都是 生了小孩之后 才开始学做父母 所以我觉得说 我对我的儿子而言 我不是一个 很好的母亲 因为 我才开始学 那他教了我 很多事情之后呢 在他的妹妹身上 我觉得我做得比较好 所以我会跟 我的女儿说 因为有你哥哥在前面 我才觉得 我对你的教养 做得比较符合我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妈妈该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是很困难 而且我这中间 每一个放手 我要告诉各位 放手为什么那么困难 因为每一个放手 心里都纠结的不得了 所以放手 不松手 这件事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 我要公平的说 非常困难 这样我现在红以来 继续我们来讲凯撒林 凯撒林五岁就开始募款 文杖送到非洲 那一个五岁的小孩子说 妈妈 非洲的小孩好可怜 他们有孽极 那我们送文杖 好不好 我们去募款 好不好 这时候 妈妈该怎么样才能做的 让凯撒林 能够做到他心里头所想的 可是你这里面 又必须要教他很多的方法 这里面那个牵手的强度 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我觉得他妈妈的做法 就是说 帮他安排 就是 孩子你想要多一点演讲 那他妈妈就会帮他安排 那其实就他们可能 要上台演讲的时候 他们事前也会做一些准备 对 然后我觉得凯撒林 凯撒林这个小孩 就也蛮有趣的 他说他其实 小时候去演讲的时候 都不会紧张 他反而是 现在可能17岁要演讲 他反而会比较有点紧张 对 所以我觉得他 他自己是说 他觉得小孩子 其实因为很天真 所以他们其实是 很有力量的 他们就比较没有什么限制 对 然后他妈妈就是也 全力的支持他 就是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虽然会害怕 可是因为有小时候 成功的经验 他反而在 向前往前冲的过程当中 反而比较多了一些力量 可以这么说吗 没错 而且他自己也提到说 因为他以前有这些经历 他其实 就是他在这过程中 还学到很多 例如就是像写作的能力 演讲的能力什么 他其实都比他同侪 都还要厉害很多 所以这里面就 凸显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小孩子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天真的想法 对 那我们做父母的 就会常常说 哎呀 你这小孩子都不懂事 对不对 对 你太小了 你什么都不懂 这样子 可是呢 如果那个时候 你就阻碍了他 行动的能力的时候 等到他懂得害怕的时候 他就更不敢行动 没错 好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对没错 这是凯撒林 在其他还有国内的例子呢 嗯 其他 嗯 刚刚就有 刚刚就昨天有提到 就说自己就是 嗯 照顾儿子跟女儿 就是在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其实真的真的 而且我会觉得 我这边也要提一点 我觉得做父母的人 要学会跟子女道歉 因为我们要让子女知道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道歉不会影响到 子女对我们的爱 道歉也不会影响 我们的权威 道歉反而会让子女觉得 我们是诚实的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 然后我们就有访问一对 夫妻就是 嗯 先生是郭学正先生啊 还有高淑娟女士 那他们算是一个 比较像是 犯人回物的一个例子 他们原本是直生机父母 对 他们原本是一个那种 就对小孩子控管很强 像 就是高女士 他就说他小 就是他小孩小的时候 他就一个礼拜七天 他就帮他小孩排了八天 八个才艺课 就是去学 学跳舞啊 然后就数学 上钢琴 然后后来就是 他小孩其实就到之后就很累 然后就跟他说他不想上啊 然后那个他小孩就 就是他小孩就会说他不想上 然后他妈妈就觉得 我就是为你好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其实冲突一直很多 那后来 学钢琴的事情 我跟我两个小孩都冲突过 我跟我先生也为这件事情冲突过 我都公平的 因为我自己有学 我觉得很好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先生就觉得说 学钢琴是不必要的事情 你干嘛给小孩这么大的压力 这样子 对 好 后来当然是我退让 好 对 然后他们就是亲子之间 就是冲突非常的多 然后关系也变得很差 然后后来他们 他就是觉得 为什么我们好好亲子关系 会搞成这样 然后后来他就是 自己做一些改变 就例如他小时候 可能给 就小孩子小的时候 他看了一些教养书 都什么如何教出 什么天才小孩 或者怎样教出 怎么样棒的小孩 那现在看的书 主要都是像什么 孩子教我怎样 或者说谢谢我的小孩 怎么样 这类的书籍 就他自己有些改变 那 你有没有去书室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错的题目 就是说去书室 出版业界 做一个调查 我相信过去十年 跟现在十年 那么流行的教养书 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转变 我相信 在十几二十年前 真的都是那种 我怎么教出第一名的孩子 我如何教出天才的孩子 其实曾经有一个节目 找我去谈说 怎么教出天才小孩 这样子 我拒绝了 我说我的小孩不是天才 我也教不出天才小孩 那但是现在的教养书籍 大概都是教一些 你怎么样学会让孩子 能够独立自主的往前走 而减少他的危险 但是他可以学会 怎么往前独立 我觉得确实有教养观的改变 而从出版界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这位 高淑女士她就是 有这些改变 他们就亲子的关系 就变得比较融洽 就是他们小孩 现在就是一个大学 一个高中 可是每天晚上都会跟父母 就是抱抱说晚安 对 他们就是变得比较融洽 那他自己也说 他其实在就是 教养过程有改变以后 他其实自身的改变 也可以转换到职场 就是他就发现说 你其实连血缘至亲 你都很难去改变 改变你的小孩了 那何况你的同事 所以他就 所以他就不会变成老虎上司了 对 他就是在可能管员工的时候 他就也会变得比较 可能比较圆融这样 然后就就不会像以前一样 那么就是可能那么控制 这样子 或者是说就会觉得 别人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对 然后就觉得我什么事情都 我自己来做就好了 对 我何必要教你 教你的是浪费我多少时间 可能有很多长官是这个样子的 对 其实教养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所以他就自己也有这个转变 那我觉得就算是一个 转变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好 整体来说 你们其实有趣的是 你们引用了这个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调查 就这里面有十个问题 十个问题之后 你会知道 你会是哪一类的父母 对 我们就有把父母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叫做水母型父母 水母型父母就是说 非常的放任的那种父母 就是小孩怎么样 就是随便他去 水母是生完小孩就不管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还有就是那种 直升机父母 或割草机父母 这种就是 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 可能妈宝的妈妈 就是说对小孩管教非常多 然后让小孩可能就 没什么自主的能力 那我们第三种就是 我们比较提倡的 叫做海豚型的父母 那海豚型父母就是说 介于水母型父母 跟直升机父母中间 他们就是 虽然对小孩 还是有一定的管教 就是会注意他们的安全 可是在一些 他们觉得可以 放宽的地方 他们就会让小孩子 自己去探索 对 所以 但这十个问题 非常有趣 就是说 当你的小孩 有自由时间的时候 你会 可能第一种是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 他有自由时间 然后第二种是 我会感到有点焦虑 因为要帮他安排 好所有的时间 暑假快到了 如果你因为小孩 有暑假 然后就会担心说 他那么多自由时间 我要把他排满满 怎么办的话 会比较偏向直升机父母 那第三种就是说 哎呀 小孩子自己会找乐子 我觉得第三种 也没有那么的容易 可能重点是 跟他谈一谈 说 哎 你想要怎么安排 也许 你可以提供我一些意见 我们一起来规划 对 maybe这样子 对不对 好 就是这里面的 题目的设计跟答案 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讨一下 对不对